20万就可以娶个黄花大闺女 保证勤劳能担用美丽 如果一年内跑掉 还可以免费再换一个全新的 只要你愿意花钱 前后只需要6天时间 就可以从光棍变成新郎官 注意这不是电信诈骗 而是越南新娘征婚广告 如果你年过40又是光棍 看到这则广告会不会心动呢 然而45岁的阿龙就没心动 阿龙生活在我们台湾省的乡下 家里经济条件差不说 双腿还患有残疾 他感觉结婚那是不可能结婚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结婚的 有谁会愿意嫁他这样的人呢 但年过80的母亲 却一心想让儿子成的家 于是老人家拿出毕生积蓄 远赴越南给儿子筹备婚事 阿龙母亲现在还记得 当时花钱买媳妇的场景 在一个个越南女孩中 老人家最不看好的就是阿子 觉得他眼神叛逆 将来一定不好管教 可谁知阿龙一眼就相中了阿子 最终母亲拗不过儿子 只得无奈同意 两人见面的第二个星期就结了婚 越南农村远比台湾乡下穷得多 很多当地人都抢着把女儿嫁到中国 对他们而言 只要对方是外国人 就算是穷人残疾人 也比嫁给当地越南人强上百倍 阿子自小在贫困中长大 在父亲的劝说下 瞒着当时的男友参加了相亲 虽名为相亲 可实际上却是 媒婆带着五六个妙龄女子 供买家挑选 对阿子一家而言 虽然阿龙有些残疾 但相比隔壁邻居 嫁了个只能在地上爬的男人 阿龙的条件好像还不错 而且嫁到台湾乡下后 只要肯吃苦 赚钱的机会远比在越南多得多 赚到的钱可以补贴娘家 这是再好不过了 对阿龙来说 他年纪大了 身体也不方便 他需要有个人来给他生儿育女 照顾他的后半生 在这场类似交易的婚姻背后 更多的是各取所需罢了 阿子嫁过来之前想得很清楚 不管婆家好不好 只要丈夫对自己好就行了 但现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嫁到台湾后 阿子面临最多的是婆婆的嫌弃 和周围人的冷言冷语 老人家对阿子不满意 是因为有很多越南新娘 不但抛下孩子逃走了 还卷走了家里所有的存款 因此周围的人 难免会对越南新娘有些看法 如今几年过去了 阿子也为阿龙生下了两个女儿 平日里 阿子去做零工 阿龙就在家照看孩子 据阿龙所说 他年轻时也风光过一段日子 因为学过几年采访 那时的他在城里的高级定制店工作 每月的工资就有七八万 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 手工业被机器代替 阿龙彻底失了业 身患残疾的他根本找不到其他工作 只能回到乡下种大算维持升级 妻子漂亮能干 两个女儿也乖巧懂事 日子本该过得不错 可令阿龙母亲极为不满的是 阿子赚的钱一分没往家里拿 全都寄回了娘家 不但帮家里修了新房子 还帮父亲买了辆新摩托车 而阿子对婆婆也多有不满 因为婆婆怕她跑掉 到现在还不给她办身份证 婆媳两人的隔阂也因此越来越深 阿龙的大哥隔三差五的就来家里吃饭 和母亲一样 他也对眼前这个越南地系处处不满 他感觉阿子是买来的 就经常将阿子当成吓人使唤 阿龙看不惯 没少和大哥理论 面对婆婆平日的冷言冷语 老公的冲耳不闻 争吵总会在这个家里隔三差五的上演 买一个越南新娘是什么体验 阿子嫁到台湾已经六年了 可他却满心都是自己的娘家 隔三差五的寄钱回去 对这点阿龙也表示理解 他几乎是能帮就帮一把 阿龙家每年就靠种点大蒜和水稻微生 平日里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再贴补阿子的娘家人 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 这些事情阿龙自然不敢让母亲知道 可阿子的行为愈加过分 前段时间刚帮父亲盖了新房子 没过多久又给父亲买了新摩托车 阿龙说起这些也是非常无奈 对的时候有时候像我老婆 有时候真的很奇怪 她不会想 就是高兴的时候 做做不高兴的人 反话脾气 每天晚上阿龙都会扶导两个女儿做作业 而阿子就在一旁面带微笑静静地看着 这也是他们一天中少有的温情时刻 阿子的台北话说得越来越熟练 他也非常关心孩子的学习 每次开家长会他都会过去 认真的跟老师交流孩子学习方面的问题 在越南的家里 阿子的父亲和哥哥整天无事可做 而远在台北的阿子每天都在拼了命地劳作 他寄钱回家这件事 不知怎么还是被阿龙的母亲知道了 他不满地发泄着自己的情绪 阿子也毫不示弱地回怼着 阿龙夹在两人中间左右为难 一边是不嫌弃自己的妻子 一边又是抚养自己长大的母亲 帮谁都里外不是人 每当这时阿龙总会假装出去干活 阿龙总会假装出去干活 阿龙总会假装出去干活 我妈妈他也知道他有之前给他爸爸妈妈盖房子 不晓得我拿多少钱给他而已 我没有跟我妈妈讲 怕他说你千人家里钱都没有还他 你为什么要拿钱给你老婆去过去 阿子心里也很委屈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自己在操心 天里活也都是自己在干 从来不让老公花钱雇人 可即便是这样 婆婆还要动不动骂自己 老公从来不帮自己说话 阿龙也埋怨妻子不理解自己 阿龙家的大蒜该收了 可村里的青壮年多数都外出务工 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 他故人收割越来越难了 还是阿子把附近的越南新娘都找过来帮忙 阿龙不想先付钱 怕他们收了钱不好好干活 但阿子却说自己不喜欢拖欠别人 因为这种小事夫妻两人又大吵起来 今年的算大丰收 阿子的身份证也办下来了 这意味着阿子终于可以买机票回家看看了 之前阿子的婆婆怕他逃跑 总是找各种理由不让他办身份证 阿子只好偷偷私下里找人帮忙 阿龙得知妻子家的新房子盖好了 不但同意阿子带着两个女儿回去 他还给了阿子不少钱 不但把今年大算的收成全都给了阿子 还在银行卡上多取了五万块 阿龙也希望自己的老婆回娘家可以风光一点 他本想跟妻子一起回去 可考虑到自己的样貌最终还是作罢 但同时他心里也在担心 他怕阿子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 阿子很高兴 对于他来说也算是付出得到了回报 被卖到台湾省的越南新娘 回娘家那就是衣锦还乡 阿子宴请全村老少吃喜 在人群中他笑得很开心 拿着大大的酒杯给亲朋好友一一敬酒 大家看着阿子笑得满面春风 暗地里纷纷议论阿子一定嫁了个好人家 就这么几年的时间 不但帮家里修了新房 还帮爸爸买了新摩托车 可笑容背后吃了多少苦 瘦了多少累 只有阿子他自己知道 等宴会结束之后 阿子一遍又一遍地数着 从婆家带来的钱 无奈地发现已经所剩无几了 此时的哥哥却提出了 更过分的要求 他要阿子帮他搞点钱 他要盖新房子娶老婆 提起阿子的命运 父亲认为 阿子这辈子过得不好 都是前世的因 都是他的命他得认 阿子的侄女今年17岁了 他很好奇阿子在中国生活的怎么样 阿子很坦白地告诉他 在中国的工作机会比越南多很多 只要肯吃苦就不愁赚不到钱 他劝导侄女一定要多学点东西 有机会就去成立生活 只有这样命运才不会被别人支配 可这样的劝导在这个家庭是那么的无力 没过几天 媒婆就找上门来 侄女将面临和阿子当年同样的遭遇 对于回来这段时间的遭遇 阿子很伤心 他决定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虽然没当即答应给哥哥搞钱 回来还是跟阿龙提起了这事 这次阿龙彻底爆发了 你要说帮你父母我可以理解 帮你一个有手好闲的哥哥那不可能 夫妻二人又因这件事大吵一架 阿子为了他的娘家越发忙碌 阿龙知道他心里根本没有这个家 满脑子都是怎么为娘家搞钱 而不是想想这个家的情况 家中还有两个女儿要上学 把钱留下来改善家里不好吗 可在这种事情上 阿子从不会听他的 阿龙说他这辈子活着 就是还上辈子欠下的债 对于为何要辛苦挣钱帮娘家 阿子也说不出来为什么 对于现在的生活他很无奈 他也很想逃离这里 但又不想自己的孩子像其他被母亲抛弃的孩子一样可怜 也许这就是他的命 不管是好是坏 阿子都已经认了 纪录片阿子到此结束 回首全篇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 有的只是贫苦人家的一地鸡毛 对于贫穷苦难的人来说 能够相互扶持 走完坎坷的一生才是真实的 不说了 我要去借钱凑二十万了